我叫刘润磊 我感谢刘润磊给了我第二次胜利 大家看到了下一个76岁的老人吗 真的是刘润磊磊 我们之前的身体广告很不好 异于正义 因为搞坏的不去 偶然的经历把刘邱平师兄 把我带到了广州的朝领域 学习班我学了 学了以后简直是好得不得了 首先我原来走道是放车的 我这么走道不能翻身 而且抑郁很厉害 人家看见我都差点要给我送医院去 我通过学 我到了家给我同学 鼻子闻不到味道 我说我当学里玩东西 给你试试 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 我就给他弄半个钟头不到 出去 我说怎么样 他说没感觉 我说那我功力不够 我还得好好练 结果他骑车回去 文仲就给我打了第一通电话 师姐 我文件烤白鼠了 完了又过了十个钟 第二个电话 师姐 我闻见水果的味道 第三个电话 师姐我到家了 我闻人家抽烟了 这是我真的刚学长生学不到一个礼拜的一个案例 所以在来人前 他肺炎了 完以后 师姐我又闻不到了 我就上他家去了 还是用这个方法给他调 真的非常非常地感谢 又给他调好的 真的 成功学对于我来说 教育我非常非常地大 从我的双手 因为我也是东夷站的站长 从我接手这个站员以后 真的看到无数个的同胞们的痛苦 无奈 但是到了我们东夷站都非常非常地高兴 看着一个一个健康地从我们东夷站走出去 看着一个一个的在报名的时候 因为我们地方有限 只能来六个换个 结果怎么办 就是抢个报名啊 最后没办法 我们的迷运的见证站长 就规定了 只能来六个 在多的错误下 大家把这个都先恐吓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预备传品学的一个微信 大家特别纽约的来报名要参加长律学 长律学在我们工艺站的时候 真的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目标 没有缺席 每礼拜两次都到林郑师姐 因为她高级班比我们都早 带着我们 经常跟我们讲 讲课 讲道理 讲助理 讲助理 事项 让我们大家明白 你只有付出的多 你才能得到的多 所以我也是在这跟大家说 因为我是有我的实际历子 我这样的身体 76岁了 我还能上地铁当义工 我还能跟他们满处的跑 上人家家去做远程 余建平就是我 这个第一个远程的历子 上车她的时候突然肿了 跟我打电话 事前我的手肿了 我说我还不会这个远程呢 我就让别的师姐给我拉到区里头 我就开始给她做远程 半个钟头 她那一块坐火车的时候 你干嘛呢 她说我做长律学呢 她说怎么样啊 好了 一点都不肿了 那相思走路 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这三位师姐 特别现实的确心 不管怎么多困难 也要把都这边协会 这一切都愿意 魏老师 李老师跟战争们 师兄师姐们 对于我们大家的一种感恩也好 是能够帮助到更多人也好 真的是我们一生永远追求的目标 我会在这条线上永远能走下去 谢谢魏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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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